这位焦点来看新北市三小 这一名贯切专挑着公司 或是店家打烊的时候 持工具闯进里头行献 这一回嫌犯再度被俩包 跑进自来水公司的英哥服务所 得手将近9000元现金 而之所以会被发现 就是因为当下不小心 悟出了警报系统 导致整栋楼警铃打坐 办公室一片漆黑 直接一名穿着连帽外套的男子 背着电脑包从窗户爬了进来 熟门熟路的模样 不说还以为他是公司的员工 只不过接下来的行为却超诡异 男子拿起手电筒在抽屉里照呀照 从第一个座位翻到最后一个位置 仔细搜刮里头所有的现金 这地点是自来水服务处的英哥厂区 深夜居然遭小偷 贤粉当时趁着下班时间 是潜进了员工的办公室行窃 会被发现全是因为里头的警报器大错 连接到110因此辖区警方立刻赶底 这个窗子窗子一开 保全就会知道半夜的事情 在里面翻东西嘛 这边晚上没人啊 魏仪性嫌犯今年4月吃工具 破坏门窗闯进办公室大胆行窃 投走员工放在抽屉里的 八千多元现金手机存折等重要财物 遭到法院判刑六个月 但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犯案 警方调查后发现 他专挑三营地区下手 早就是警方的头痛人物 眼见袁警一眼就认出他 歹徒尽管知道自己早就被锁定 但抓了又放 不知悔改倒霉的还是无辜民众 记者万家为 陈婷如新闭窗报道 lim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